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今天要講的內風騎我覺得是一個缺點 但這個缺點呢 我有去皇家俱樂部有詢問過他們店員 他們說這個缺點本來就會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相機的馬團的問題 所以這個缺點對我來說是個缺點 但他說這個只能用原廠的殼去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來,給大家看 好,那是什麼缺點呢 就是當你如果有一些重量 比如說你稍微甩一下 好,稍微甩一下 那你再去敲鏡頭 相機往下擺的話 再去敲鏡頭 有聽到聲音嗎 這它是鬆鬆的 它鬆鬆的,OK 這時候呢,我們開啟相機附位的功能 相機附位的功能 相機附位的功能 然後 然後那個一個電流的自製聲 電流的自製聲通過 然後這時候再去敲 欸,變比較小聲 但還是有一點有 還是有 好,這樣沒有了 好,可是 當你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放桌上 這樣子放而已 我沒有放很大力喔 好,它又有了 那我又還會再按這相機附位 才比較不會有那個聲音 好,這些都是 我覺得這些都還可以接受 我都還可以接受 我那個時候發現 我不能接受的點是什麼呢 當我 我說我放下手機之後 我沒有按相機附位的話 讓它收更緊 只是有這個聲音出現 咖咖聲之後 我會講電話 走路 尤其是走下坡路段的時候 下坡路段 下樓梯 你不要為什麼 我會去走到下坡路段 那是我回家 會經過的地方 然後我只要講電話 我再走下坡路段 它就會 它就跟我腳步聲一起這樣 它就會敲到 敲到這個相機的聲音 敲到手機的聲音 相機跟手機互敲的聲音 因為我下樓梯會有重力加速度 它就會這樣子晃晃晃 然後我就覺得 我完全無法接受這個 這個先天性的缺點 而且我在買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 我也不是要黑華碩 我在弄華碩的手機 我也用了好幾代了 因為我是從電鋒5 換到電鋒7的 我根本沒有買過6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問題 那電鋒6我知道 它有一個相機復活可以橫開 可是在電鋒7 它最近的改版 把它改掉了 它不能一直讓它亮著 當然它可能是為了省電 這些理由去把它拿掉 可是我們使用者是不能去開啟它 開跟關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一個困擾 然後後來 黃家俱樂部的工作人員 跟我說 你要弄原廠的殼 原廠的殼 好 把這個打開 這個卡扣打開 它就很穩了 有沒有 它就很穩了 然後我們再敲一次 來 完全沒有聲音 很好 很好 這是一個解決方法 對 沒錯 但是呢 我想問問大家 你是愛護一個手機的人的話 你會去用原廠的殼嗎 你會用嗎 這個手機殼啊 這個手機 這種手機殼 其實你只要這樣子 一摔到地上 它其實就分開了 我記得在網路上面 有看到有人分享 它用原廠的殼 然後裝這個殼 摔到地上 它就分開 手機跟保護殼就分開了 所以我用的殼 是這個殼 厚打的殼 那厚打的殼 它沒有 沒得說 好 再來 還有一個 打會說 喔 犀牛盾有 犀牛盾有一個殼 它是可以把它蓋上去的 我也去試用過了 也是一樣會 因為犀牛盾那個保護蓋 鏡頭的保護蓋 可以往上推 它不會像 原廠的這個 這個東西的卡榫 這麼的黏 這麼的貼近 它不會 它是有一個距離的 那個保護殼拉上來之後 它跟鏡頭是有一點點的細縫 它不可能完全貼著你鏡頭 因為九樓會 幫你的鏡頭磨損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的縫隙的 所以你說 假設啊 你無法接受這樣的缺點 那煉鳳7 方短鏡頭 跟煉鳳6 千萬不要買 我是買了之後才知道 有這項問題 而且我 我又是在屍體店裡買的 我要退 也沒辦法退 所以我只能去接受它 要不然真的是用原廠殼 那你說 它光發已經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方式啊 它就給你原廠殼 那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欸對 但是 你原廠殼做這麼爛 我要怎麼用 加上 你有沒有告訴我 會有這個問題啊 我根本不知道 馬達的運作方式是怎樣啊 我也不知道它這樣垂垂的 是正常的啊 OK我把它拿掉 聽說煉鳳6更嚴重啊 我是不知道啊 因為我是從我直接換7的 那 你就是要使用者去接受這個 這個這樣的問題嗎 你就一定要強迫 我們用原廠保護殼 啊你原廠保護殼 保護性又這麼不好 我 所以 我後來就只能習慣它 就是不要再下樓梯跟 走下坡路段 去使用電話 因為 中立加速度嘛 就會站 我講電話的時候 我就聽到這個聲音 而且離我耳朵又這麼近 那聽筒在這嘛 所以我覺得 你 官方 當然官方不會講這件事情 告訴消費者啊 這 商人嘛 但我覺得 店員或是 你要告訴 買的人 欸會有這類的問題 相機會摧摧的 因為它先天先的問題 而不是我買了 還花時間去區域部 去詢問 這個問題是正常的嗎 浪費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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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 這一點在 華碩在這一點的方面做的 不是很好啦 但我知道 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 而是正常 本來就這樣子啊 對 我不知道啊 我去問了才知道 我買了才知道啊 使用上有問題之後 我去問我才知道 那 那 我不問 萬一我覺得它是瑕疵 我就去鬧 說 哦 你這是瑕疵 我去問我還下去 就不問了 那你一開始跟我講清楚 或是你官方網站有講清楚 或者這類的問題 我就不會買了 但是 我沒有去查證官方 當然有沒有寫這件事 我去看是沒有啦 店員也沒有跟我講啦 那 那 我真的沒法接受啦 比如說 以手機來說 我是蠻滿意的 但是這個缺點 我真的是 很難接受啦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喜歡這個聲音的話 尤其在講電話 你會走下部路段 或下樓梯在講電話 千萬不要買內風漆 綜合以上的東西 我覺得 這款手機我是滿意的 除了後面這個缺點 當然 這沒辦法 他也跟我說 就是 翻轉鏡頭的 先天性就是這樣子 所以 大家 大家要買內風漆的話 可以先 考慮一下 這個缺點 你能不能接受 你接受再買 要不然 你千萬不要買 一隻手機兩萬多塊 好啦 希望這個影片 有 給予想買內風漆的人 一些 一些想法 那你們知道 這個攝像機 這個手機 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接受再去買 那你如果不行接受 那就不要買 OK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都在這邊了 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或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大師 解決這樣的問題 除了用原廠的保護殼之外 還有什麼保護殼 可以改善這個缺點 還是用膠帶貼 好啦 大家就這樣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還有追蹤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拜拜